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很香喔 加上浓浓的起司还有鲜奶油 这是一锅奶油鲑鱼炖菜 我用了各式各样的菇类 看你喜欢哪一种菇 像这个黑莓人菇我还蛮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它的口感很耐炖 木耳 黑木耳 你记得它那个头的部分是很有营养的 千万不要把它去掉 现在架上还有绿竹笋 所以我一起把它拿来露菜 同时洋葱我把它切丁 可以看画面中我怎么做的 先直切 再横切 还有蒜末 这一次我用的鲑鱼是我们的野生秋鲑 它是来自阿拉斯加 然后你会看到包装袋上面有一个MS7 这是海洋管理委员会验证的永续水产标章 鲑鱼退冰之后我用纸巾把它按压锡干 然后撒上一点海盐 因为我等一下要入锅煎 所以那个水分要洗干 但是你不用太担心 因为我们这一道啊 我们煎鱼需要把表面煎熟就好 因为等一下我们还会再放回锅子里面炖 我用的这个是柠檬风味的橄榄油 大家预购的时候都有买过 我把蒜头倒进来 然后还有切丁的洋葱 还有菇类 我刚刚切好的这些葱菜都先倒下半 你炒出那个香气之后啊 你再把切好的绿卓笋放进来 绿卓笋它需要有油 它的风味才会更好 所以看我还有再加橄榄油 然后再顺便调味 黑胡椒跟海盐一些 这个是番茄干 我的老师从欧洲旅游带回来的 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等一下你会看到我放的是什么番茄 这时候我倒入一点水 因为我打算要开始来炖了 你看我放入小番茄了 鲜奶油 这一个四方的鲜奶油啊 我在上一集也有教过大家做其他的料理 是秋冬的时候 吃这样浓郁的奶类的炖菜啊 其实都会觉得还蛮温暖的 这一锅我大概炖了10分钟左右就好 不用太久的时间 再放入黑木耳跟青菜 因为它是最容易熟的 所以我们最后再放 我们刚刚煎好的鲑鱼轮切 我把它对拌 把中间的鱼骨头还有鱼翅都把它挑起来 我磨上了一点柠檬屑 还有我自己的起司 我们站所的高达起司你也可以买来磨 或者是Mojarilla你都可以 上面看到那个绿色的啊 是我们的冷冻花野菜 我把它切碎撒上去 这一道奶油鲑鱼炖菜 适合秋冬 大家试试看 Hello 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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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